耶 窥探第四集 狂风暴雨的夜晚 死神来收人了 老奶奶在巷子里穿梭 可还是难逃一死 因为她根本没力气反抗 启国的衣服和凶器都被送去检测 因为下雨什么也没查出来 五致接到通知 又发现一名死者 初步推断死亡时间在十天前 死者无父无母 工厂当成了矿工 与此同时 奶奶那边也有人报警 五致在桥头遇到遇见凤衣 空降兵让她赶紧上车 原来五致当年就在桥上发现的受害的凤衣 所以她一直不敢过桥 五致赶往案发现场 却发现受害人发现的手里有东西 拿出来一看 是被烧掉的照片 她手上还有烧伤的痕迹 她突然发现受害人是凤衣的奶奶 五致抱走 感觉这世界真是太恶心了 总是让可怜的人死去 五致拦住凤衣 怕她看到很伤心 可奶奶已经被抬了出来 凤衣情绪失控 没想到最后她对奶奶说的全是责怪的话 五致去医院找八十 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八十说之前奶奶就一直给她打电话 可惜她没接到 回去后才看到奶奶发来的信息 奶奶说遇到了新闻里的杀人魔 让八十去杂货铺见面 八十去了杂货铺却没开门 拨通奶奶的电话后 铃声在附近响起 她过去一看 奶奶已经遇害 然后出现了一个黑影 她立刻去追 没追上还被车撞了 天塌黑没看见那人的脸 只记得是个左撇子 五致说过变态杀人魔也是左撇子 就很巧耀翰就是个左撇子 此时正在处理身上的血迹 韩夫人不请自来 一看儿子在洗澡 便把门口的脏衣服收了 却发现衣服上的血迹 除了左撇子外 她还记得那个人身上有薄荷胃 耀翰又重 她洗完澡发现韩夫人来了 还做了一桌好饭 衣服上的血迹被她当成了急诊患者的 耀翰没有反驳 回去的路上 网播里在讲奶奶遇害的事 再加上工厂那个 连环杀人案的遇害者已增加到六人 韩夫人情绪失控 她一直怀疑儿子是凶手 虽然不是她杀的 但凶手是她生的 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与此同时 CPD来找耀翰 按门铃没人开 她就自己进去了 她发现地上有个窗口贴 但没当回事 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耀翰利用医生的身份 进入巴士所在的病房 巴士睡得正香 没察觉到有人进来 耀翰拿出针管钢准备注射 风衣就冲了进来 她把奶奶的怪在巴士头上 如果巴士早点接电话 奶奶就不会有事了 躲起来的耀翰趁机溜走 因为连环杀人案说 媒体斥责警方无能 死了六个人都没能锁定嫌疑人 武智则一直在研究奶奶留下的线索 她灵光一闪 拿出案发现场的照片 这才发现是葡萄园遇害者的照片 那么奶奶的行踪就成了关键 只要知道奶奶去过哪里 就知道凶手是谁了 巴士也想到这一点 有监控拍到奶奶进了老城区 两人挨家挨户询问 很快就找到了中介公司 可惜出事那天这老板不在 所以白忙活一场 武智也找到了楼下 听到了老板娘在说有人偷酸奶的事 但他和巴士都没在意 老板娘上去一看 这不是偷酸奶的奶奶吗 本想追出去提供线索 结果被老板拦住了 不想跟警方打交道 武智和巴士无功而返 第二天出现了新的线索 武智立刻前去排查 就是耀翰住的那块 耀翰就在楼上看着 朋友打来电话说警察找上门了 耀翰让朋友别慌 让他按着耀翰叫的说就行 来找耀翰朋友的是空降兵 主要是确认耀翰的不在场证明 两人随便聊了几句 空降兵就借口忘带手机 借了耀翰朋友的手机打给了耀翰 耀翰脱口就问警察走了吗 空降兵不说话直接挂断电话 耀翰又打了回来 这才知道中介了 空降兵立刻告诉武智 耀翰的不在场证明有问题 武智说要继续跟奶奶这条线 让他去摸下耀翰的底 他挨家互询问 马上就到耀翰家门口的关键时刻 组长打来电话 让武智立刻回局里一趟 没有商量的余地 武智前脚刚走 耀翰后脚就出门了 组长叫武智回来 说上面的命令 让他代表警方通报案情 谁让他之前在媒体面前说什么连环杀人啊 另一边 之前在电视上出现的小孩和妈妈在公园做节目 他想吃山羊面包 妈妈没钱给他买 说待会电视台的人会管饭 让他忍忍 电视台的人把妈妈叫走 小孩扭头发现地上有山羊面包 刚捡起来 前面又出现一个 就这样 小孩在山羊面包的诱惑下消失 这件事很快就上了新闻 说汉国小朋友在游乐园失踪 之前帮要汉的朋友收拾东西准备跑路 顺手打开电视 武智正在通报案情 这时他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人 他一点也没察觉 武智那边的记者很厉害 提出的问题相当犀利 这句话点醒了武智 难道有挑选被害人的标准 这时他收到一条短信 紧接着一个未知号码打了进来 明确告诉武智确实有一个的标准 接下来是游戏环节 武智要找出凶手对汉国下手的原因 然后在电视上公开 如果找不到答案 节目结束的那一刻 就是汉国的死期 武智一愣 这是凶手下战输了啊 武智去了解了一下汉国的案子 汉国失踪后 绑匪来过电话 但要的不是赎金 是命前 时间就定在周五晚上11点 崔PD的节目也是这个时间 武智立刻向上级汇报 要救出孩子就必须按要求参加节目 而且这也是能抓住凶手的机会 凶手的目的很简单 炫耀自己杀了那么多人都没被抓住 虽然凶手是精神变态 但也是人 妄刑就会露出破绽 所以这次节目非常重要 不但能救汉国 还能让凶手露出破绽 至于凶手要求的答案 武智会尽力寻找 但领导们考虑到舆论的问题 一旦向凶手妥协就会很被动 万一人没救出来谁来背锅 不过人命关天 何况还是个小孩 领导同意了方案 不过要严格保密 与此同时 武智开始分析被害者的共同点 目前一共有7人遇害 排除馆长是愤怒杀人 奶奶是个意外也排除 还剩5个 大家分头行动收集受害人的相关信息 因为八十是启国的朋友 武智去找八十了解情况 这时有记者曝光了他们的计划 舆论一下子炸裂 警方已经无能到向罪犯妥协 国民的安全还能得到保障吗 武智也很无奈 当年的老刑警突然来找他 劝他别做节目 当年他在镜头前挑衅韩徐健 所以韩徐俊才对他的孩子下手 他不想看武智走他的老路 如果在节目上挑衅凶手 会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武智无所畏惧 这个节目他做定了 舆论开始谴责警方 各大电视台也就此事展开讨论 全是反对的声音 几乎没人支持 领导迫于压力叫停了计划 武智直接递交了辞职信 巴士出院要汉没机会下手 他查一下患者档案 知道了巴士的住址 武智和崔匹弟都在巴士家 汉国母亲去找武智 请求武智继续做节目 毕竟这是唯一能救儿子的办法 崔匹弟和巴士也表示支持 但这是在明面上是被禁止的 所以他们把巴士家当作基地 继续研究被害者的共同点 崔匹弟发现自己以前和巴士见过面 当年巴士建议勇为他特地采访过他 他们开始分析受害者的共同点 这是神父来送吃的 他做了武智最爱吃的菜 不过武智讨厌他 他就不进去了 他告诉巴黎千万别说是他做的 不然武智肯定不吃 吃完饭后大家分头行动 继续搜集被害者的资料 而耀汉就躲在不远处 到了节目正式播出那天 崔匹弟就先打了张感情牌 说节目是在汉国母亲的求助下才播放的 目的就是为了救汉国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 与此同时 空降兵那边又有案子了 耀汉的朋友死在家中 手指着窗户上的十字架 手腕上表停留在28日8点10分 武智就是在这个时间 接到了凶手的电话 所有人都在关注着这个节目 这个不同于以往的娱乐节目 这是真正的杀人秀 因为武智的答案 关乎着汉国的生死 在回答问题前 他要求凶手必须证明汉国还活着才可以 这是耀汉正在观看节目 听到武智的话后 他转身进入密室 拍了汉国还活着的视频 但出现在汉国面前的人不是耀汉 却是八十 难道耀汉真的是事无辜的 真的是八十吗 他热情善良建议勇为的表皮下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罪恶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下期见 拿来吧你